突然冒陣一點 無力的海岸 鮮模糊了想念 一像影子 漸變暗淡 慢慢的消散 我也記了 慢慢的嘗試習慣 不說再見 也能偽裝得像的燈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豪師先生 那我今天帶大家來看在國強一街 就是隆安這個地方的一個社區 叫做歡樂家庭 那其實你看我們樓下這邊前面有一個Family 然後在前面還有另外一個7-11 我們看一下社區的外觀 其實這個位置還算不錯 然後我剛有申請過了 所以我們先看包含這邊的大廳 然後進來他的公社就在一二樓的部分 那左手邊這邊是 欸 兒童評測區是嗎 好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接待的部分 然後兒童遊戲室 然後姓鄉的位置在這邊 我們走上去看一下公社的部分 就是以這個十四五年的房子來說 算是規劃不錯 它這個是有立保機構 就是廣春城建設蓋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右手邊 還有KTV室 總共有兩間 好 還有另外一間 還有另外一間 還有另外兩間 KTV室 還有另外一間 KTV室 在二樓的另外一邊 還有另外一間 有一個撞球室和健身房 這邊還在做簡單的整修 這是撞球間 然後再過來 前面是健身房 這邊有一個公廁 再下去看一下中庭的部分 我們走下來 回到這個地方 稍微看一下 那它的中庭其實也很大 這樣看 非常大 ABC低洞 然後有戶外的兒童遊戲區 中庭的這個雞蛋花也是很美 兒童遊戲區戶外的這個還蠻大的 稍微看一下 整個還不錯 這邊還有一位帥帥的仲介 我們請大家跟大家打招呼 誒 這是中路徵賀店的陳浩南嗎 是 好 我們繼續帶大家看 雖然旁邊這個是交流道 但是我們待會要看的房子 我覺得基本上是沒什麼影響 好 那我們去房子看一下咯 好 那我們從電梯出來 那這邊的話是一層四層 只要看是這一邊 然後進來其實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的整個的裝潢的色調 其實是非常的溫馨 首先進來然後它有一個簡單的玄關 這邊它是可以當做收納等等 然後它一路的櫃底 是從房口一路往客廳方向做 左手邊的收納 右手邊的電氣櫃 然後正前方它有一個上下櫃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這是往401的方向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客廳的感覺 大概就這個年份的房子 他們當年其實都會做 就是室內空間做的也是一個 往外推的部分 就是前面這個 那這個應該算是前兩台外推 但是我覺得前兩台的功能 如果可以變成室內空間 其實這個想法 其實在使用上其實是蠻不錯的 然後我們感覺一下 坐在沙發上這個感覺 這一間雖然樓層比較低 但是我覺得採光其實沒有太多的影響 好 那我們這樣環顧 整個公里域從客廳跟餐廳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來去廚房再看一下 廚房跟後陽台 那我們進來你看它這個算是 整個房子的這個 市領域的走道的位置 其實佈置的蠻有趣的 那我們看一下廚房 廚房首先我都先看就是冰箱的這個大小 你看這個冰箱其實雙開的 它還有空間其實雙開的是絕對可以 然後它做的是L型 然後右手邊是電氣櫃 然後它這邊擺了一個洗碗機 然後它這一組 整個廚具應該是有重新用新過 因為像這個也是 新式的廚具會做的 好 那我們再看後陽台 後陽台的部分的話也算OK 涼感的曬衣架 洗曬衣空間然後包含都做好 OK 廚房簡單的環式看完 看一下 好 這個地方是共用衛宇 那其實唯一第一個就看有沒有開窗 然後三四分離的狀況 其實維護得算OK 因為它們是家庭在住 所以東西其實比較多 那主要我們是看格局為主 然後 這個是最小間的房間 它們把它做成一個 兩個的書房 那剛剛忘了在客廳的外面給大家看 這個跟我們這個是可以看到綠印宅的 所以好像不錯 這一間都是廚房的部分 然後我們連著走到 我們到另外一間 比在小間的小愛房 感覺一下 其實是蠻溫馨的 它的房間其實都算大 像剛剛那間書房 如果你把它做 其中一個櫃子拿掉的話 其實它還是放得下床的這樣子 好 那最後我們來去看一下主臥的部分 這是主臥 整排的衣櫃 然後 一樣對外窗也是我們那個 柏牆一屆的街景 然後我們看一下主臥的衛浴 從 浴缸到乾絲分離到馬桶到 面排其實都是ok的 好 好我們環顧一下 其實三間房間蠻均質的 也是蠻對稱的 好 哈囉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看完這一間 位在國牆一街的歡樂家庭的這個社區 那我就針對一些 今天看完的一些小 一些優點跟缺點跟大家分 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那我們先講缺點的部分 當然有些人會比較 考慮的是樓層太低的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分 有些人喜歡不同的樓層 就是面樹梢的樹井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蠻多人是喜歡的 那第二個我覺得 如果你說要講缺點的話 可能就是說 這個位置啊 剛好是在 算交得到旁邊 但我們這一戶是完全沒有受 交得到的影響的 也不會因為我們面 國牆一屆而比較吵 因為其實我在室內待一陣子 我覺得其實是蠻安靜的 那就優點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它的位置其實也是很好的 因為它的位置 其實你看社區樓下就有兩家便利商店 這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地方其實超便利 不管是旁邊的上海市場 或附近的榮安商圈 或者是你要上交流道 或者是要到藝文等等 之前我還在這附近的健身房運動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的生活技能 其實算是 以住宅來說算是非常的不錯 這算是第一個優點 那第二個我覺得我看到的是 以這間房子的裝潢跟屋況跟維持來說 我覺得對於很多 你有自助需求的來說 甚至是非常非常方便 因為它的收納 它的整體規劃 其實它就是一個小家庭 現在住在裡面這樣子 那其實也經我聊天 我也發現其實屋主在這段時間 就是我覺得房子 人家說住的舒服真的會帶財 這是事實 因為事業也越來越有成 那下一個階段也有下一個階段的目標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其實我覺得房子最難在影片 或者是透過獎來表達 其實就是氛圍的感覺 那我覺得在這個房子裡面的感覺 其實就是相當的平靜 我覺得一個家的所謂風水 就是所謂空氣跟濕度 然後還有陽光 那我覺得雖然它是樓層比較低 但我覺得採光其實還OK 那整體的舒服感也是很不錯的 那待會我也要到樓下便利商店去喝喝咖啡 我真的覺得這樣真的是蠻方便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對這間房子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跟我預約賞物 那就先這樣囉 掰掰 再移行 美國的拉絡 每月這個大式 Wizards 每月這個大式 五臉 都永敬 用這兩端 現在幾個小時 五臉 八度 這三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